到最近前期忽冷忽熱 有那時候之前新聞有報 德龍講說身體不太舒服 那個也是我的朋友傳給我 我就覺得很瞎 然後後來我想說 真的確實就是感冒 然後可是大家現在就對這個 就是好像很相像很敏感 然後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在大陸是凍傷的 那冬天凍傷 我手快就凍傷了 然後就是 本來過你就要回來對不對 對 那基本上就想到 就凍傷然後就 在大陸又很忙 然後沒有空去看你手 然後就 其實就是等著過年趕前 然後回來 然後趕快去看一下過年 本來就要回來 不是為了過年回來啦 就是本來就一定要緊張回來 醫生有講說 也許是 你在室內 有暖氣 開熱暖氣 然後到外面的 肉差太大 對 然後又乾燥 對 所以變成就是凍傷了 就整個手就真的就是黑黑的 就是 就是脫皮 就是那種 從來沒有過 好恐怖 然後還不受惠了 因為其實劇本的類別太多了 然後你先要深設定 你要拍什麼題材 對 什麼題材完了以後 你還要再去想 然後在實體上現在把劇本寫出來 然後設計人物需要哪些人物呢 然後再去衡量誰比較適合 就是其實這個 很麻煩啦 弄好久 可以弄很久 這樣子 所以已經馬上接著下一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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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 嗯 還在想是 哪種類別 其實類別有很多建議 然後 那種 唯有自己想拍的 這樣子 等會 就是 總要決定下來 就靠我們自己的努力 因為國片 國片過去是真的非常好的 然後我想說 到底大家什麼時候可以一起一起一起 會不會覺得很累 有點歷不從輕的感覺 對啊 我不是新人 如果是我新人 剛進建國的話 就過去一無所知 就沒那麼大感受 是 特別是我在政治圈子 這麼久 然後看他會很過 又看到他 就是不要補點 他會覺得說 這一路 想說發生什麼事 然後 當然會想 又是跟自己切身的關係 然後 我又很熱愛 戲劇表演 你當然會希望 不會還沒退休 那你希望你說 能夠在 在這個 你還沒有退休以前 是不是能夠希望 能夠 為國片做些什麼 然後 也能夠為自己留下一些回憶 也好多的意啊 嚇嚇 而且因為我們都知道最近 前期 忽冷忽熱 有那時候 因為之前新聞有報 說德龍講說 最近身體不太舒服 我的那個 也是我的朋友傳給我 會覺得很瞎 然後 那我想說 呃 真的確實就是 感冒 然後 可是大家現在就對這個 就是 很相像的感冒 然後最重要是 其實我在大陸是凍傷的 那冬天 凍傷 然後我手快就凍傷了 然後就是 本來過年就要回來對不對 那基本就想到 就凍傷 然後就 在大陸又很忙 然後沒有空去看手 然後就 其實就是 等著過年趕快回來 然後趕快去看 我們看一下過年 本來就要回來 不是為了過年回來啦 就是本來就定好幾年要回來 醫生有講說 也許是 你在室內 有暖氣 開了暖氣 然後到外面的 溫差太大 落差太大 對 然後又乾燥 對 所以變成就是 凍傷了 就整個手就真的就是 黑黑的 就是 就 變 就是脫皮 就是那種 就是從來沒有過 那種過 然後為什麼會呢 你很 這樣 好